好我们轻松一点来看到这个天气应该会逐渐好一点 那么一年一度竹子湖海域季登场 预估整个花季可以带来70万游客 创造上亿的产值 那么比较起明镜响亮的这个 明气响亮的夏湖 顶湖区域的这个海域田呢 人潮比较没那么挤 而且还可以远看小游坑 也是赏海域的好地点 那么由于今年冬天算是冷的 海域的花旗渴望延长 暖冬的时候只开到五月 今年可能可以开到七八月 游客穿着青蛙装 下到田野间一点也不怕冷 亲手体验踩海域相当的开心 会不会觉得很冷 其实踩 有一点可是下去踩就热了 就很有意思 其实还蛮好玩的 满满的海域一片十公顷 超过三百万朵 几乎全都炫开 也因为气氛实在太浪漫了 现场直接上演求婚桥段 我都能感到非常愉快 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 嫁给我好吗 还不行那么快 希望我们可以这辈子永远都走下去 不想要人挤人 赏海域可以来到顶湖步道 不仅可以看到无敌海域景 还可以欣赏小游坑 烟雾饶料的美景 一举树德 由于受到严冬的影响 海域花旗会延长至八月 周末假期想要放松心情 来到竹子湖 谈一场白色恋爱 也是不错的选择 记得成绩选阿布斯台北采访报道